看第三題 他說某發電機線圈共有N渣 它的線圈的面積是A 在磁場強度是B的均勻磁場內 以頻率F等速旋轉 當發電機的圈面的法線 法線是與磁場方向相同 磁場方向是夾0度 到以磁場方向夾60度 這樣線圈的頻頻感應電動式 頻頻感應電動式等於磁通量變化 再處理經過時間 現在磁通量變化 一開始是夾0度 B.S 這個是夾0度 就是說 這樣起來 Phi1是夾0度 夾0度是V S cos0度 這是Phi1 那這Phi2是多少呢 就Vs Vs 夾60度 cos60度 所以是2分之1 Vs 所以它磁通量變化 就等於多少呢 我們取決對值 就是大的減小的 就等2分之1 Vs 所以它的平均感應電動式 就是 這是Δ 2分之1 Vs 或是A 這是A 除以多少 除以多少 除以那個 這個是幾週期 60度 轉60度 是6分之1週期 6分之1週期 所以23得6 這個是3 Va F 所以是3 Va 3 還有那個M圈 忘了 平均感應電動 它乘以N 所以是3 Mbf 3 Mbf 3 答案應該選C 答案應該選C